好看完了这些特色的景点还有特色美食佳肴是不是也心神向往呢 如果您对于以上的新闻内容有兴趣可以洽询金门县政府观光处 那么电话提供给您是082324174 还有金门酒厂电话是082325628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另外还要告诉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们 如果要考虑2013年的暑假要到哪儿玩 您可得加紧脚步了 因为不论是暑假的机票或者是旅行社的特惠 绝大多数的早鸟优惠即将在三月底之前截止 如何能够抢得先机开心出游又享受优惠 一间南加州的旅游业者特别就安排了 英法比三国十日深度游 要给民众一趟嘉莲物美的精彩行程 看大英博物馆里一件又一件的古文物 有的是历经千年风霜贯彻古今中外的震报 有的是很怕世界各地漂洋过海的上古文物 总计一千三百多万件收藏 充分体现出当年日部落国的伟大强盛 不过对许多游客来说 英国流传上百年的神石风伴 以及英文下午茶文化 更让许多游客紧急得到 只要到了伦敦才回到 在伦敦你的感觉会觉得说 一个大英帝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光辉 可是他们还坚持那种非常绅士 非常有那种就是高雅的一个气息 在那个街上或是在它的旅馆的建筑 或是一般的街道上 人民走在街道上 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氛围 就是比较特别 不光是欣赏街头的英国绅士 体验深入游的魅力 少不了顺道为家里重要的男士们 好好打扮一般 英国男装特有的现代风格设计 从白领精英到休闲生活的打扮 应有尽有 加上爱用高贵羊毛 来传递贴身又透气的舒适感 更能称托出帅气挺拔的男性威力 英国的这个毛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在苏格兰高地 他们所生产的那个羊毛 是英国最具有代表性的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讲 就是男士做的西装 或是女士穿的毛衣 是在这个英国的毛衣是世界知名 有了体面的外在 更要疏解一下 过去每天忙碌的精神压力 走一趟法国诺曼地 圣里谢尔山的修道院 不只能欣赏到美丽的联合国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走进天主教朝圣地 感受修道士们 平日清新寡欲的生活 更是一趟美妙的心灵沉淀之旅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他们的圣地 是法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所建的这个 建的修道院 教的教堂呢 都是建在一个小岛上面 那这个小岛它是 当然有一个一定的坡度 这样子 那离岸有一段距离 所以呢就是说 当你从岸边远眺 这个圣米雪山的时候 就感觉上是一个 海上有仙山那种感觉 一阵探古巡游之后 有全球最奢华的购物大街美名的 巴黎香榭立社大道 高档商店和咖啡厅名利 更是让熟悉纽约第五大道 和洛杉矶比伯利大街的美国华人 早就想打开眼界的必经之处 这个大道里面呢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 那个树印啊 很宽 然后呢 名牌商店 就都在那个 香榭大道旁边 露天咖啡厅啊什么 那所以在巴黎呢 就是大家要有一个 好像很悠闲的一些心情 坐在香榭大道旁边也好 坐在那个赛纳河岸也好 就是室外的咖啡厅 点一杯咖啡这样子 就是享受一个 比较那种悠闲的时光 然后看人来人往的行人 或是被人来人往行人看你这样子 所以那在法国巴黎 就是这种的 没有悠闲的生活啦 贴心照顾旅客的身心之外 阳光之旅更在 英法比三国行程中 竞选出许多家特色餐厅和风味餐 来满足旅客挑剔的味蕾 加上欧洲人 餐餐都要喝葡萄酒的习惯 对喜爱品尝酒水的游客来说 更是一趟美妙的品酒之旅 那个酒是太多了 法国的酒啊酒香出产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杜尔地区 那个都是他们附近都是出产酒的 所以法国的红酒也好 白酒也好 这个当然在都不要错过 因为那种酒是 就是种类非常非常多啦 每一个地方所出来的 如果你对酒特别有兴趣的话 那就是那个法国的酒啦 像波多地区啦 像那个布根底地区啦 像香槟地区啦 每个地区的酒 当然你在法国都一定可以品尝得到啦 强调深入探访当地的风俗民情和文化 由阳光之旅和东森新闻联手推出的 英法比十日深度游 精选出八项世界文化遗产 以及各国美食佳肴的特色行程 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就要出发 机票化为汉名额几乎额卖 欢迎民众把握最后机会 爱人出游 所有新闻用 至林品机英雄文李中瑶 在落相机的采访报道